当我们已经选对了对象 接下来要经营 要取得共识 家庭里面第一件大事 是要把孩子教育好 所谓制药莫如交子 我们来思考一下 假如夫妻社会地位都很好 那也很有财富 但是孩子每天在外游所好闲 他的后半辈子会不会好 那不可能 不只是家庭要把孩子教好 我们几千年来的帝王 他也认知到 把下一代教好很重要 所以他们登基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立太子 他也希望他的朝代 可以长治久安 而太子政 则天下才会政 所以他们都是找来全国 最好的老师 来教导他的孩子 所以当夫妻之间 有取得这样的共识 那就很好配合 所以五轮关系当中 夫妻轮 叫夫妇有别 这个夫妇啊 是道 有别啊 是得 别在哪里 别在责任不同 古时候是男主外 女主内 因为家庭有两大 主轴 第一个是物质生活 第二个是精神 生活 所以男主外 把经济问题 生活问题解决 女主内 把精神生活 把孩子 教育好 那现在 很多都是 夫妻一起啊 出去工作 那教育孩子 留给谁 保姆 保姆 老师 外老 哇 好多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代理父母 刚刚说的 老师 很多下完课 都把孩子送到 安清班去了 还有 还有请过什么 代理父母 还有隔代 教养 也很多 还有一个代理父母 也是 很多家长都会聘请他 电视 现在还有电脑 主位朋友 当我们赚了很多钱啊 这些钱是不是你一直都能够留在身边 我们要了解财为五家 共有 水灾要你的钱 火灾要你的钱 贪官污吏 要你的钱 小偷强盗 要你的钱 这四个还不够力量 最后一个最厉害 叫不孝子孙 你赚得很辛苦 他花得很痛快 所以啊 你假如 这边在赚 那边在漏财 那是守不住的 所以 当我们都是用代理父母教孩子 到最后孩子不懂事 你可能 一辈子都要担心 可能会得忧郁症 这个都很危险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交给安亲班 我曾经啊 深入去思考一个问题 也去观察 全班前十名的孩子 差不多一半有补习 一半没有补习 这一半有补习的孩子 我开始观察到 他们上课啊 比较不专心 因为 假如今天上的课 是他已经在 补习班里面学过的 他会怎么想 他还会拍拍旁边的同学说 那个我学过了 那个我已经学过了 他上课专不专注 哇那不得了 求学问最重要的是要专心 专注 当他开始对 求学亲满 那个败向一路 所以 已经上过的课呢 他不专心 那刚好今天上的课 他还没学过呢 他会想 补习班老师怎么样 还会教 那这样的同学啊 我还发觉到 他们在考试前系 都会抱着几张纸 在那里猛读 拿几张纸 补习班老师 帮他们整理的重点 总整理 他读书 谁帮他读 都是这些老师 所以我看他们 哇很认真背 然后考完试啊 马上说 哇解脱啦 我在想啊 两三天就把这些 知识都怎么样 旺的一钢二金 那其他前十名没有补习的 他也没有这些总整理 他们都是啊 两个两个同学在那里 来 我整理了一些重点 我问你看你会不会 你也问我 看我会不会 都老老老实实自己画重点 当他在画重点的过程 他已经一点一滴 在积累他 做学问的 能力啦 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迷思 觉得只要花钱就会怎么样 有效果 花了钱呢 也没有谨慎去看看 孩子是不是真的学到东西了 这个第一个 安清班的效果 我们要思考 第二个用人 很多的用人啊 连普通话都怎么样 讲不清楚 所以下一代的言语啊 语文能力啊 一直在下降 诸位朋友 语文科的能力 是所有学科的基础 语文学不好 学其他学科都会很吃力 不只在语文当中有问题 庸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用什么态度 是不是父母 不是啊 是把他当什么 老板 当皇帝 事后 所以很多用人带出来的孩子 要出门 往小椅子一坐 双脚一摊 帮他穿袜 穿鞋子 所以生活能力怎么样 很低啊 这样的孩子 假如你生意一失败 他会怎么样 他可能会饿死 所以啊 富贵不可藏宝啊 你要考虑到 当家里没有那么富裕的时候 孩子有没有 独立生活的能力啊 要高瞻远瞩啊 所以也有报导提到 这些在家里都是用人伺候的孩子 到学校去 老师给他安排扫地工作 他跟老师谈判 他说老师 我给你钱 你帮我做 他的价值观里面就是什么 钱都可以帮忙打发掉嘛 所以这个 现象啊 用人没有办法 用父母的态度 教养你的孩子 再来第三个 隔代教养 很多长者啊 当父母的时候 还蛮有理智的 当了爷爷奶奶呢 我这个 孙子怎么这么可爱 宠得不得了 我的母亲啊 她在教育我们的时候 多有原则 很有原则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在对我母亲 有一个要求 不合理的要求 然后呢 我妈妈呢 就拿着一本书 不理我 然后我就 躺在地上 开始打滚 就一定要让她 这个达到 我要的目的 结果我妈妈 通通不看我 继续看她的书 后来我觉得 打滚很累 也知道不能 用情绪啊 不能达到我的目的 我妈妈不接受威胁 我就乖乖自己 爬起来走了 你看啊 我记忆都很深刻 所以教育孩子啊 一定要很正确的原则 不能啊 让孩子 欲取欲求 会把她宠坏 你看我妈妈教我的时候 这么好 结果带孙子呢 就开始宠了 常常都跟我说 哎哟 你对这个 这个外甥 不要那么凶啊 然后呢 我也不说话 后来过了半年左右啊 他就跟我说 你凶是对的 因为啊 因为啊 这个外甥 已经爬到 他的头上去了 所以隔代教养啊 效果都不好 会宠 所以孩子啊 还是自己待 比较保险 再来 电视跟电脑 那就更不用说了 学的啊 都是贪 撑 吃慢 的这一些景象 所以我们看到 很多的孩子 言语都非常的 桀骜不驯 言语都非常的 粗鲁 这个有时候啊 不见得是跟父母学 都是跟电视 跟电脑 而看电视电脑 他有一种 催眠的效果 有没有发觉 那个看电视的人 好像就与世隔绝 旁边的人 怎么叫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电视的那种 它的整个辐射线啊 那个磁波啊 会让你的脑子 就像已经隔离 在一个屋子里面隔离96个小时的大脑状态一样 所以电视看越多啊 越不会思考 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 很贵的商品 都喜欢打电视广告 都花大笔大笔的钞票下去 因为人在看电视的时候 没有理智 看那个SK2插下去 马上就晶莹剔透 望远欲醉 就去买了 所以电视对孩子的大脑 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已经都有科学证明 我们大方广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叫电视带大的儿童 大家可以啊 去看看 这科学已经研究出来 电视对孩子有很不好的影响 好 所以我们了解到啊 孩子的教育啊 还是要靠自己 才能够啊 掌握得好 因为孩子的成长 是不可能 重来一次 那现在 叫你孩子自己带 你做得到吗 马上说蔡老师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你讲的我都很认同 我们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问题 一般的人都会觉得 两个人不一起赚 会怎么样 会饿死 你看我们都很多预设立场 诸位朋友 在我爷爷那一代啊 夫妻两个啊 只有先生出去赚钱 而且还生了五六个七八个 他们有饿死吗 没有 现在我们才养一个 还两个人赚 又怕饿死 问题在哪 问题在啊 没有掌握自家 很核心的态度 勤俭啊 减为自家根 只要勤俭 不要乱挥霍 其实一个人赚的钱 家里来用 就足够 而且一个人赚钱 家里用的很勤俭啊 从小就扎孩子什么态度 非常勤俭的态度 你已经让孩子啊 利于不败 不会啊 成为物质的奴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